松山叫少林寺 不曉得南山体育馆这边有什么样的名声 基本上在台湾目前明天确诊人数 有到八九万的情况下 要如何保护自己 然后可以跟这个病毒共存 我想是 刚才Yankovic这个火锅 应该有从他的队友大B身上 接到有两招 对 主连BOY有两次罚球的机会 主连BOY找这个硬打的决心 基本上就是坦克切了 在第一节两队的进攻密众率都是比较低一点 这球要给的时候发生的失误 已经被Julian Boy给试过了 这球居然还有办法丢进 嗯 谢谢 今天再切一个 基本上他站在篮底下切进去之后 都还可以再捡到进攻篮板 今天在失误的部分 下半场看能不能够利用半场的就职时间 来做一些调整 哎 基本上Julian Boy跟Yankovic 四直 一秒钟接触后是必须要直接出手 还有 还有人底下Julian Boy 空中第一时间这个战术成功 又在上半场的 把自己打掉吗 直接投一个三分 哇 这个不讲理的打法 来了一些 应该可以想办法把对方卡住 JB 投进了这个三分球 126分也是本季 第二季所有球队的单场新高得分纪录 在第一季的纪录是工程师的132分 哇 这球Julian Boy 被犯的是比较重一点 对 难道他二头肌有跟篮球一样大顆 哈哈 哈哈